大家好,我是孙西总导购人,是大家的维生素。 我一看就可以看到我很像维生素是吧? 我听说,阿多美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马上要推出了。 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 是随时随地一语携带,一语汲取越和越健康,一天一包汲取每日需要的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百分之百都可以汲取的。 这就是阿多美的Power Beta Energy。 这里所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不是一两种,是19种可以一包汲取一天的推荐的汲取量。 我不是一般的导购人,我是营养学专业毕业的营养师,也是在保健食品里有6年工作经验的导购人。 那么作为营养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该城有关的信息。 那么我来看一下一天要汲取多少的营养素。 这个自行车呀,我们来看一下是为了均衡的食谱而制作的。 这是保健福祉部韩国营养学会发布的韩国营养素汲取的标准。 那么一天呢,韩国要吃多少的食品,要吃多少种类。 那前轮是喝这个水很重要,不必要说吧。 那么后面呢,后轮我们可以看到营养素。 如果呢,有一个不足的话呢,就会失衡。 那么骑自行车的时候,失衡的话会摔倒。 那么营养素的汲取不均衡,我们会患上疾病。 那包括水一天要汲取六种基础食品群,要定期运动。 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健康。 那么一般我们通过蔬菜和水果可以汲取基础的这种营养素和矿物质。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一天到底要吃多少的蔬菜或者是水果。 是不是大家大吃一惊呢? 是为组织,以成为标准。 一天要吃五百克以上的蔬菜和水果。 我来装一下,应该有五百克。 每天都要吃这么多。 每天吃那么多,大家能吃得消吗? 那只有韩国人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 才会汲取充分的维生素。 那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时候不能百分之百的汲取。 我们只要吃了这所有的种类,才可以汲取19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那么再想象一下,可能在座的各位有很多家庭嘱咐吧。 最近物价实在是天价呀。 我们很难买到这么多的蔬菜和水果。 如果每天都这样吃的话,我们都会破产的。 我们3月7号马上要推出我们的爱多美比达。 不要喝咖啡,不要吃加糖的饮料,不要喝汽水。 喝一杯我们的PowerBita Energy,然后加点冰块。 我们的产品还有19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且我们的辅助原料是红甜菜粉,也有金氨酸等等。 所有的非常有利于健康的成分,也促进我们的旋律循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满活力。 我拿了一包辅助原料是橘黄色,那黄色部分是主原料。 那么橘黄色部分有50%的天然咖啡因,就是相当于半杯的咖啡。 所以不喜欢汲取咖啡因的话呢,可以只喝这个黄色部分。 大家喝一包我们的爱多美的PowerBita Energy,让自己的伙伴,家人,亲朋好友,充满活力。 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包就可以汲取。 所以我们3月7号通过直播秀。 在当时购买的话呢,我们会送给大家这个小水瓶,是200毫升的。 因为200毫升放一包就可以了。 我们有请今天的特别的女宾是谁呢? 有请五级代表。 好的,大家好。 我拿到这个产品之后,我吃了之后,哇,真是太好吃了。 每天都带着。 你累吗?你喝吧,我到处去推荐。 我给大家介绍吃法。 颜色特别好看,就像我的衣服一样。 这里面,用手指指甲这样,往上,然后又往下,这一滑就可以拆上两包。 那么我们在直播秀会送给大家200毫升的这个产品。 皮。 那么一放入水里面,一下子就会融化。 看着都非常好看。 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在这个黄色包里。 很好看,大家看看。 我晃都没有晃。 摇都没有摇。 然后这是我们选择的很多辅助原料。 大家看看这颜色多好看。 那现在我们可以摇摇晃晃。 要晃着晃着。 可能下面有一些沉积的部分。 然后呢,喝的时候,多晃一晃。 我喝一下。 我尝一尝。 好的。 我再喝一口。 我怕你的衣服都变成黄色了。 衬衫有没有变黄了呢? 真是充满活力啊。 那么你有你的小贴士吗? 我是放在五把毫升的这里。 我先喝一点水。 喝一杯水之后。 折一半。 然后呢,一下就可以打开两包。 因为这个瓶颈有点窄,就这样。 就是开车的时候把这瓶放在我旁边。 这是五把毫升。 要放两包。 啊! 你把银颈不开的。 随便要放到了。 就是因为我已经吸收了鼻子。 然后,我都没有吸收了鼻子。 没有必要去咖啡了,是不是? 我开车的时候,你都没有我们开了。 你都没有开车的时候。 那这些人都会开了。 这要深橘黄色 然后呢 我们喝 特别好喝 19种维生素 和 多种辅助原料 全家人都可以喝 3月7号不要忘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